欢迎回来即场 教路知有问必达环节感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8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给我们 厂学身边的嘉宾仍然是要财证券的分析员 王伟豪、Wafi Wafi 你好 Wafi 先看大事表现 恒指升261点 去到18848点 其指方面升314点 高水11点 暂时去到18859点 国企指数升199点 去到10266点 升了接近2% 见到今天的市场外围高开 见到恒指方面仍然升超过200点 升263点 曾经升了接近19000点 会否见到今天的市场 有没有机会再上市高位 还是会见到内地股市跌幅大加剧 其实港股跌幅开始会逐步收窄 如果你说港股方面 的确今早说到 其实看上星期开始 走势都是比较窄一点的波动 由整个月这样计算 由1号开始计算 到现在来说 整个月整个波幅1000点都未到 某程度上 够不够过去这么多个月 看回一个月这样走 的确不是很够的 所以某程度上只是看来 后市来说有没有好的人数 还是坏的 令市场突破哪一边 如果是突破的时候 当然扯上去看 当然有机会继续去上升 但如果扯上去的时候 当然也会继续有下跌程 但主要就是 受什么人数影响多些 甚至自己觉得 未来向上升或向下走的机会大一点 这样看 原本大家很多时候 预期上星期会比较波动的一个星期 始终受的人数也多 特别是意识 欧银行意识 欧盟峰会和内地等的数据 但是上星期也有波动性出现了 但是波幅始终也没有预期中那么大 始终来说也是刚才说的 走完之后 现阶段都是大概1000点上落 或者很大的波幅也不是 所以接下来看现在这个星期 就会有没有什么因素影响着 当然这个星期困扰性都比较多 始终这几天来说 都有个内地方面 经济工作会议 始终来看下年那个云条的走向是怎样 甚至今个星期也有美国方面有ES等因素 再何况来说 大家都开始在揣测 其实今个月里面有没有机会 是继续去到调低传承论 如果等等几个因素 全部都是出来的结果是正面的话 我觉得市场向上走的机会稍微大一点 如果真的向上走的时候 先看看什么位置 其实今次都说过 我觉得初步看回 当然先看看19.00点的水位 因为早上星期也几天 在这些界位都不断徘徊 现在来说能够真正突破或站得稳 到这些位置都不敢肯定 所以短线来说 我可能先看19.00点 再帮我短期上落空间 但当突破了19.00点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直指大概19.500至19.600 因为正正下降通道的顶部 而下面来说 只要反复来说 今早已说过 不穿完年50天线 暂时短线来说问题都不大 只不过是等待大家什么时候信心有回来 入市态度积极回来 才令市场向上推翻 另外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你好 各位观众 早晨 早晨 我想691三水水泥 你有没有货的本身 有 你几千入的 5.92元 是5.92元 现价5.69元 你是否想问Wafi 应不应该止蝕 是 好 或者是渣渣看他们 回不回家乡 回不了 是不是要止蝕了 现价跌三仙 最低见过5.69元 今天现价day load 其实会不会见到 今天山水水泥 曾经跟大市见到今早上升 现在又倒跌 其实水泥股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其实水泥股方面 你说现时有没有很大的基本数据改变 觉得暂时也为止 都没有太大罪 始终仍然压着因素 之前不断说 都是产能过剩因素 以及供过于求的等因素 因为始终仍然年初看得比较好 很多水泥企业 都大力投放了很多资源 但是慢慢随着第三个开始 经济的下滑 或者欧债的加深 拖累到内地很多项目叫停之下 其实令到这方面 水泥股首当其冲会受压 好在大家近期看 都会憧憬着 我们持续放水 或者加大基建项目的时候 当然水泥的需求 或者利好作用 有机会出回来 但是这方面 暂时仍然是一个憧憬 未有太大的实质的改变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个改变 当然我自己也预期有这个改变 但问题是时间是什么时候 可能未必是这个月 或者短线做到这件事 还有可能是年初 下年年初才有机会 慢慢再大力投放这方面的基建项目 所以如果真的在这方面 都不能排除 短线股价没有继续受惑 所以暂时就算不说太差 但乐观一定是说不上的 虽然年一段来说 只是看什么价位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走 或者看有没有机会 向上衝回一层 如果整个走势看 看到山水水泥 其实不断都在收窄意味 8月开始延伸下来 仍然都受压于下降鬼 但好幸好到10月开始 反复结完低位之后 4.25元 又一层高过一层 现家段来说也在收窄 所以刚刚会聚的那点 大约是5.7-5.8这价位 我觉得有机会来说 可以先看现家段这价位 能够先咬 咬得住的话 其实等一个向上突破信号 还是向下突破的负面因素 如果真的向上突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可以先看 大概6.8-7元这价位 大概10月底至11月头的高位 但相对 虽然今天跌得比较多 如果反复下来 穿什么位去到止蝕 我觉得如果穿回来 穿回来 大概5.3-5.4这价位 即11月底这价位 才做止蝕 相对来说 现在来说 旧时有的因素仍然存在着 暂时不用忧虑 先看这两价位做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位观众 没有了 谢谢 好 谢谢你的电话 拜拜 另外不如看看内地股市的表现 看到上证综合指数 刚刚的时间跌穿了 2300点的位置 今天最低见过2298点 现在跌13点到2301点 护心300指数跌14点 报2488点 深淨城市方面跌63点 到9416点 三大指数跌幅0.55%至0.7% 看到今天内地股市 就穿了2300点的心理关口 其实会否见到内地股市的情况 又或者是否官网情绪都比较浓厚一点 如果说到内地股市方面 其实今早已说过 上星期五出现一些经济数据 出来的时候 其实都叫做 特别CPA方面 都叫回落得好过预期 所以大家都有一份憧憬 其实未来中央会继续有机会放水 或者继续缩纏一些政策 当然有这些动作的话 当然有理会内地股市的支持 但是奇怪的是 出完之后 就是刚才所说的 数据比预期也好 或者有这样的空间可以做 但是股市依然叫炒不起 某场上大家都在那里 我觉得仍然有个忧虑性在 甚至于看过去 当大家太过憧憬的时候 都未必有一件好事 甚至是憧憬过后 如果中央不敢做的时候 很多股市等因素都会打入圆形 所以可能现阶段 大家经过之前那次 某场上戒心都重了 这次很明显相对效应就撒不出来了 虽然对股市来说 这一刻就未必能炒得起 根据方言来说 仍然都正如你所说 官员程序比较多 正如在这几天的经济工作会议 有没有什么事情先说出来 如果有的时候才去入市都未遲 虽然一定来说 现在仍然是一个官员程序多一点 令股市来说的确是走得疲弱一点 根据方言来说 今早说的 满得来 差就差在 仍然是低位徘徊 大概2300点这区选 所谓内地叫政策底不断徘徊 特别今天来说 在这些低位徘徊之后 都说过了 如果一穿的时候 其实没有场上往下市的机会 是更加之大 现阶段来说 其实今天也叫做现阶段 都叫穿了这些位置 你说未来有没有机会继续向下走 甚至乎能够短线回到这些价位 楼上收市都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我觉得 今天里面或者短线来说 不能够回到2300点楼上去收 或者2300点楼上去收的时候 其实意味着政策底 都可以初步确立 是正式失手的 如果当失手的时候 其实真的 如果再配合这几天来说 内地方面的政策会议 没有太大的利好支持 或者大家看到的方向来说 都仍然是有点收紧意味的时候 其实我也觉得不能够不排除 内地股市有机会继续往下走 所以如果真的 这次穿得上去的时候 不能上去的时候 往下走的机会更加之大 甚至下市的机会 我觉得也挺大 甚至如果大了 如果真的这样走的时候 不能够排除 也会拖论港股 其实刚才说的 有机会往下市 所以现在来说 内地股市的确 依然这一刻 我觉得较为环球股市 看得比较弱一点 始终来说 受了几个因素 刚才困扬性比较多 所以暂时一为止 如果不能够快点回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内地股市的确 都不是看得太好 好 谢谢 Wafi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种持有 没有 好 谢谢 稍后回来 仍然都是职场交路 自由民必达环节 家庭观众 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是2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给我们 下一节再和大家见面 好 谢谢大家